2023年中国两会于3月4号和5号在北京开幕 从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转换跑道 成功当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霍启刚 屡职前接受香港中通社专访时表示 这一次角色的转变不仅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更意味着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大家好 我是第十四届人大代表霍启刚 在政协过去五年做了委员 是自己的履职过程中 可能更多的是讲 比如说自己行业 自己生根行业的一些建议意见 或者改善不同的生态的一些意见 但是人大最大的不同 是要通过一个选举的这个过程 在去年的12月 自己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也是一个大开眼界的过程 我今年的意见都是围绕着 更好融入大湾区而走的 有一个我提到的 就是一些比如说文化项目的审批工作 因为香港不同的可能艺术范畴 它到内地都要经过有一个 你叫审批也好 但是能否比如说大湾区可以比较统一的去做呢 而不是每个市都有不同的标准 或者不同的规则 不同的流程 不同的时间 这个其实有助我们业界到大湾区 去你说许年也好 去抓住这些机遇也好 他们的那个手续可以简化 让他们更容易更低门槛的 所以进去 所以这些都是很细的东西 这个包括电影也是 那另外一个体育的 我们讲到体育仲裁 香港也是以后大大众生定位 也要一个做一个国际 就是区域性的仲裁中心那么一个定位 所以未来在体育仲裁里的话 所以在国家的支持下 能否在香港成立一个区域性的 体育仲裁的中心呢 这些都是我所见所闻以后 形成的一些意见 希望可以跟当局 会有一个正面的沟通的渠道 做好全国人大代表的工作 重要的一环是要搭建起双向桥梁 除了将香港民众的声音 带到中央讲好香港故事 也要把中国式民主故事 更好的讲给香港民众听 我作为一个香港代表 怎么在内地说好香港故事 坦白地说 我觉得香港过去几年 尤其是19年的黑豹 发生了很多事情 社会的这种很激烈的这种情况 但是我都不想在内地 我们老百姓心目中的香港 就是当时那个画面 香港其实是很美好的一个地方 现在其实也是治安很好的地方 也是一个很懂得 扩占重重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一些需要时间 但是讲故事 我觉得是两方面 在这个我会尽量 努力去做 除了提意见以外 我相信怎么讲好 这个人大历法的故事 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责任 说好这个故事 就是说我经验上浅 但是我去完北京以后 我觉得回来香港 我们要跟香港老百姓说 我们现在中国的制度是怎么样 我们要慢慢给他们 有一个制度自信的一个方向 而且我们立法的过程 是通过多少人的参与 这个时间的参与 这个多少机关的参与 最后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方案 参选的时候 就说希望可以当双箱的桥梁 所以香港的要求带到北京 带北京的要求 或者今天国家的最新状况 带到香港 包括刚才我想 整个人大历法的过程 都需要讲清楚这故事 我觉得在国家发展的进程里面 香港一直都没有缺席的 我觉得在不同的转折点 我们中国发展不同的转折点 包括改革开放 我们都是高度的参与到国家的事业当中 那反过来 香港有问题的时候 或者出现一些重大情况的时候 不管回归前回归后 国家都是关照我们 国家是一直是关心着香港 支持着香港 所以这个关系 一直都 所以这个我觉得未来 我们还是要共同的去找新机遇吧 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是要看到 我们香港可贵之处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在国家发展的大局当中 我们香港怎么可以发挥好的优势 去做好我们的工作 帮到国家未来 要走路 嗯 我们下期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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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了一帮 去到公里